如果没有电玩的年代还有什么可以玩呢 新北市板桥区港德里里长蒋宝宽 就要带大家回到没有电动玩具 没有手机的年代 大部分成年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60年代 大流行的大富翁 这类的纸上游戏就是当年最夯的游戏种类 希望透过桌游让习惯玩手机 玩电玩的孩子多点时间和家人互动 当初我们看很多小朋友都是在玩手机 跟家人的亲子互动比较少 我们自从有办桌游 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跟小朋友都有一起在玩桌游 家庭的气氛会变得很好 所以我就蛮推广桌游 每一年都有办 桌游我们里内的小朋友已经玩得都还算蛮厉害的 有的也去参加过比赛 都会增加孩子的头脑会更清晰 因为这个游戏算不错的 这次国际里台湾算上红的一种游戏 一种游戏 啊这我们里内有这个心 说我们里内的小朋友 甚至说隔壁里的小朋友也有可能来 我也有可能隔壁里的小朋友会来 知道怎样会来 这我也希望隔壁里的小朋友会来 一年都会担隔壁里的小朋友 耶 好 好 耶 好 来 桌游可以说是台湾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里长为了港德里桌游去活动 带大家走进时光隧道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在一块 特别找来大学生助政邀请至里科技大学桌游社协助办理桌游 暂时让大家抛开科技产品感受早期的娱乐 也增加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那我们这次跟港德里一起举办公益活动 想要透过桌游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 然后让小朋友体会桌游的乐趣 然后还可以增加自己的观察力 或者是意志力 对 希望大家一起来玩桌游 现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 电玩游戏更新速度快 桌游则是历久明星 哪个年代不分男女老少 都能增加人际互动 相信永远不会被取代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